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文有 美国的多个目标接连遭到了黑客的攻击之后 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加强网络保安的立法建议 奥巴马视察国土安全部属下的网络安全以及通信集成中心时表示 索尼营业计算机系统以及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网站账户被黑客入侵等事件都反映出 美国正在面临日益危险的网络威胁 它将推动政府与企业共享网络威胁的信息 除了共享信息,白宫还计划赋予执法部门更大的权利来打击网络犯罪分子 包括起诉销售僵尸网络以及间谍软件的犯罪分子 起诉盗窃企业机密和公民信息的人 奥巴马的立法计划仍然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 一些议员担心政府与企业共享信息将会不利于保障公民的隐私 再来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施政报告提出政府明日起将会暂停资本投资者入境的计划 直至另行通知 政府发言人表示 有关计划在2003年推行时正值香港经济的衰退时期 需要吸引外来的资金来刺激本港的经济 考虑到特区现实的经济状况不应该在重点吸引资本投资者来港 而是应该聚集吸引人才专业人士以及负创意的企业家来港为经济做出贡献 所以暂停计划 发言人又表示 此举有助于入境处处理现实超过12000宗正在省批中的申请 而暂停计划不会影响入境处已于暂停日前收到的申请 包括以货批准或者是仍然在处理当中的申请 行政长官梁正英发表第三份施政报告 政治发展的部分就排在最前 而房屋土地的篇幅就最多 又为人口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梁正英提出重建置业阶梯 拨出两幅土地给房协来新建资助房屋 又建议房委会研究出售新的公屋 让绿表人士来进行申请 市政报告最大手笔是预留500亿作为退休的保障 为应付未来人口老化 政府会推行计划 吸引移民海外的香港人第二代进行回流 同时宣布暂停投资移民计划 为了让亲一代年轻一代认识国家 政府会资助学生在中小学阶段 都有机会到内地进行交流 而梁正英就表示 学生对民主的向往是值得欣赏 但就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的刊物 提出香港民族命运自觉的思想 市政报告提出将会成立三亿元的基金 以配对的形式来资助年轻人进行创业 政府亦计划资助学生 于中小学阶段最少到内地交流各一次 政府经常说要改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 行政长官梁正英于市政报告中提出成立配对基金 资助和资格的年轻人来进行创业 至于拨款的申请资格 审批程序以及分配的优次 将要带青年事务委员会去拟定 梁正英不时鼓励年轻人北上发展认识国情 他在市政报告中提出 学生在中学以及小学阶段 最少要到内地交流各一次 而在9月新学年起的三年内 本港的中小学和内地学校结盟为姐妹学校 都会获得新的资助 目标是将现实的姐妹学校增至大约600间 另外梁正英表示 教育局也会更新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课程内容 希望提升学生对中国历史以及文化的兴趣以及认识 并且扩展国际视野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接纳了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 将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由现行的每小时30元提高至32.5元 增幅为8.3% 有关的公告将于星期五在线报进行刊登 并于下星期三会提交立法会 待立法会通过之后 新水平将于今年的5月1日之后进行实施 而劳工局福利局的局长张建宗就表示 政府已审慎考虑了委员会的报告 并认为今次的检讨是合理以及平衡 他表示 法定的最低工资自2011年实施以来运作顺畅 整体就业市场维持平稳 低薪的雇员收入也持续的得到改善 看完了以上的要闻 我们再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天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跌103.37点 报24112.6点 国际指数跌54.65点 报1208.37点 从盘面上看蓝筹股涨跌互线 首先来看一下涨幅榜方面 中国海外涨2.7%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国泰航空涨1.1% 电能时也涨0.1%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中美能源跌2.1%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中国旺旺跌2% 中国神华跌1.98% 市政报告对本港经济的发展 未有提出重大的新建议 有关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特首梁振英就表示 政府会与广东省的政府进行深入的合作 商议如何在南沙 前海 以及恒勤三个新区的发展过程中 为港人以及港企来争取合作 以及优惠政策等 市政报告提及考虑会与2020年在沙田至中环县的 会展站上盖新建新的会议中心 创新科技方面就表示 将以九龙东为试点研究发展聪明城市 并建议向创新及科技资金注资50亿元 政府也会继续推行总价值为10亿元的专项基金计划 协助企业发展内地市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计划来香港进行上市 集资约为20亿美元 折合约为155亿港元 彭博引述消息指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目前仍然在筹备上市的阶段 目前仍然未获得中港兼港机构的批合 有分析就表示 随着总理李克强近期积极向外推销中国的铁路工程技术 铁路的投资额将会有大幅的增加 认为是上市的好时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是国家央企 主要负责筹建铁路的讯号以及通信的系统 江兆业集团的债券持有人 聘请凯义国际律师事务所来保障他们的投资 律师事务所表示 已召集其中一只债券超过30%的持有人 目前正在跟另外5只债券的持有人来进行联络 达至可采取法律行动的门槛 另外有报道指出 万科企业将终止接手加兆业上海项目的原因 是为了避免节外升值 据报道 万科终止交易是考虑到加兆业存在破产的风险 导致原本有意接手上海亲普项目的万科 目前正在打退堂股 根据内地法律 相关的部门会审查破产企业于破产前一年的成交项目 若发现地于供应值交易等不合法的行为 将会进行追索 有业内人士就表示 虽然加兆业跟万科的交易属于市价 但由于万科也是上市公司 必定会惹来市场的关注 相信万科是不想惹出额外的麻烦 导致交易告吹 而意味加兆业套现12亿元人民币的愿望就此落空 华润之地及新宏基地产以低价出售杭州的楼盘 虽然内地楼市回暖 但对楼市具指标作用的杭州 有楼盘以低于成本价进行发售 润地跟新地的合银企业 当年以每平方米15300元的人民币来购入地皮 但这个新盘最近以每平方米18000元的人民币进行出售 楼盘的销售人员就指出 今次公司以舍本的价格进行卖楼 务求达至资金回笼的目的 报道指家里建设位于附近的楼盘出价也十分的保守 有分析就指出 其实发展商以舍本价卖楼早就有所潜力 但大部分属于中小型开发商 今次有大型的发展商采用此次战略 相信是看淡未来数年的楼市发展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新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17摄氏度左右 大致天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